好,欢迎大家回到algebra method,即是A-level数学algebra第1课。 我们会继续讲回repeated factors和algebra division。 repeated factors的定义,a single fraction with a repeated linear factor in the denominator can be split into two or more separated fractions。 例如这个是2x加9,除比x-5和x加3的二次方。 你会看到这个是x加3的二次方,即是有两个x加3。 我们会分开成为三个分数。 一个就是x-5,另一个就是x加3,最后就是x加3square。 这个我们叫做repeated factors,我会用一个example做给大家看。 好,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example。 这个example,你会看到这个分母是一个repeated factors。 x加1是有square的。 就是11xsquare加14x加5,除比x加1的square乘2x加1。 我们将它变成三个分数。 我们将它变成三个分数。 包括a除比x加1,b除比x加1的square, 和c除比2x加1。 我们的目的就是找回abc这三个value。 究竟a是什么,b是什么,c是什么。 首先我们将右边这个通份母。 a需要有x加1和2x加1,所以a乘x加1和2x加1。 b这组通份母需要2x加1,所以b乘2x加1。 而C这组通分母是需要有个x加1的square C是x加1的square 各份母当然是x加1的square和2x加1 这左边和右边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各份子本身左边的份子 11x2加14x加5 就会等于右边的Ax加1 2x加1加B2x加1加Cx加1的square 我们会用substitution的方法找回ABC 首先我们要let x等于-1 因为我们有一个root就是x加1 所以x等于-1这个root就会变成0 我们就会计算到AB或者C 我们将x等于-1 代入左边和右边两条的式 左边就是-1-1的square 加14乘-1加5 右边因为这个是-1的话 A的代表就不见了 B的代表也不见了 所以我们会有B 这个是-2加1 右边就变成-b 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11-14加5 11-14加5就是-3 3加5-3 3加5-3加5就是-2 所以-b等于2 B就会等于-2 我们就计算到B 那我们怎么计算C 或者A呢 我们也是substitution 另外一个value 另外一个root就是 let x等于-2分1 这叫-2加5-2 就像右边的 左边如果有2x加1 的特ørs 就会不见了 就只剩下这个 就是C 就是-2分1加1 的square 这个我們代入的时候 就是-2分1就是-4 11-4 加这个就是-14-4 就是-14-4 因为这个是负对,所以负14除比2,就是28除比4 小心这个,负28除比4 再加这个5,5就会乘比4,5四中20,这个20除比4 因为我们想去通分母,那等于什么呢? 就是等于2分1的Square,1减2分1就是2分1的Square是4 所以是C除4,我们两边都乘4的时候,我们会有11-28加20 就是等于C,20加11就是31,31-28就是3,C就会等于3 我们会计到C等于3,我们想计算A,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待它去的时候A会不见了,所以我们怎么计算A呢? 我们就用Coefficient的方法,我们看一下左边的Coefficient 就是11XSquare,就是XSquare的Coefficient是11 加14X,X的Coefficient是14 接下来没有X的Coefficient,就是5 我们将右边这里乘回出来,我们看一下没有X的位置是怎样 召成的时候,我们将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整个颜色 唯一一个方法就是召成进去,我们就会有AX加A 这个要小心,很容易会错的,这个是2X加1 加1,加2BX,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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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2CXX2加2X加1 加2CX,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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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2C 没有XX,再加2CX,再加2CXX组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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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V A-2加3,便健碩达到YXX,再加2B11再加2C,又最後相由5 再代入这条式里面 再代入这个式里面 看看发生什么事 所以答案应该是等于 左边这个我暗示 右边应该等于 A就是A4 即是4除比x加1 B就是负2 所以就是减2除比x加1的Square C就是3 所以我们加3除比2 x加1 这个就是答案 我们将整条式的 一个重复因素 用这个计算出来 整个计算出来 就是ABC A就是4 B就是负2 C就是3 这个就是我们要计算的答案 我们称为Pastle Fraction 的答案 接下来就是1.4 的Algebra Division 什么是Algebra Division 我们看看 这个Fraction x2加5x加8 除比x-2 我们会看到 上高的x 最高的POW 就是POW2 就是2次方 下面就是1次方 这个我们称为 Improper Algebra Division 就叫做Improper 旁边这个也是 上高的x最高的POW2 是3 而下面的x最高的POW2 都是3 大家是一样的 也是属于Improper的Algebra Division 我们就希望 将这个Improper的Algebra Division 是变成一个Proper的Algebra Division 那道理也是一样的 为了将来我们可以做微分或者积分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 叫做Proper Fraction 上高的定义就是 所以 An Improper Algebra Division 是1 Whose Numerator Has a Degree Equal To Or Larster Than Equal To 或者Larster Than The Denominator 即是上高的分子 那个x的POWER 是大个或等于下低分母的POWER 我们就称为Improper Algebra Division 如果是Improper Algebra Division 的话 我们就会将它变成一个Mixed Faction before you can do the Parcel Faction 那你做Parcel Faction之前 你就要首先将它变成一个Mixed Faction 什么叫Mixed Faction 我们看看 下面这个 Mixed Faction 就是我们真真正正的 是将它Divise出来 我们叫做Long Division 我们叫做Algebra Division 或者我们用一个Relationship 将这个Fx 即是上高这个Fx 变成是Qx 乘Divisor 再加给Reminder 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怎么去做这两样东西 包括了 Algebra Division 和Relationship Fx Equal Qx 乘Divisor 加给Reminder 我会有例子 去教大家怎么做的 好 那我们看看Long Division 或者Algebra Division 有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有X2 加5x 加8 除比X-2 那么这个很明显 是一个Impropriate Fraction 我就将它做一个叫做Long Division 做法就是这样的 好像我们做除数那样 X2 加5x 加8 然后我们除比X-2 那么X乘Divisor 等于X2 X乘Divisor 等于X2 所以又是X2 这个X乘Divisor 就是负2 就是负2X 这两个双减 就变成7X 这个减这个 对不对 就变成7X 这个减这个是0 7X加8 7X加8 我们就 X乘Divisor 哪个数 等于7X 当然是乘Divisor 就是负14 8加14 就变成22 这个就是Remainter 这个我们叫做Remainter Remainter Remainter 那么上高这个 就是那个Quotein 就是那个叫做Q of X 那么我们就写回上面的话 我们就会有X加7 这个就是除出来的Quotein 就加给这个Remainter 也就是我们得出的数 作为X加7 是加给Remainter 就是22 除给X-2 我们就可以变成两个Faction 对不对 由一个Improper Faction 是变成这一条式 我们称之为 就是把它做一个Mixed Faction 这个叫做Mixed Faction 这个Faction和Remainter 混在一起 另外一个做法 我们就把上高 乘回X-2X 就是上高这个X2 加5X 加8 其实是等于X加7 乘回X-2 再加22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分子本身 就会等于这一块 因为我们将它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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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2次方-7 除给X-3 我们会计算 变成这个Expression 计算ABCD 这四个Value 也是一样 我们做一个Long Division Long Division 就是X3次方 加给X2次方 加给0X1次方 再减7 Long Division 除给X-3 D-4 X乘X2 分子 то X乘X-3 就是 pasture 2 2 5 X2 4 0 5 X乘 decimal 乘4 4x²就是乘比4x 所以是4x² x乘負3就是負12x 這個減這個就變成12x減7 x乘12就是加12 x乘12就是12x 12乘負3就是負36 變成36減7 36減7就是29 我們便會計算到 這個東西再加29除x-3 我們便會計算到 是等於這個東西就是x² 加4x 加12 再加29除x-3 再代入這個詞文 我們便會知道 a等於1 b等於4 c等於12 d等於29 到這裏為止 大家便會知道 怎樣為之 algebra method 包括了什麼 pastle function 我們最主要是 第一課的 a level max 就到這裏為止 第二課便會講 function 和function本身的一些 graphic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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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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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改善你的学习和英语 在学习和学习的学习 请订阅我 在青汤929 在yout.com.h 我的电话号 是 1852-6592-8609 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视频 如果你希望你的学习和英语更好的话 你想要一个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随时订阅我 令你的DSE课程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订阅我 因为我都有一些私人的补习 在这两方面 多谢大家 Thank you Bye bye Muchas gracias